希望第一個一樣剛剛部分輸出這個我想剛剛有講到 用一個for i 跟for j 2到10列 2到10欄輸出sales ij 到這裡面給它一個公式 那你可以置中 那另外一個清除 再來我希望輸出的時候順便把能夠被三整除的那一列 幫我換一個底色 換個底色就好了 那底色的話前面好像有講過有一個intro 的color 可以把它改成 黃色黃色的話記得用rgb有沒有 rgb的話呢紅色加綠色 就255 豆點255然後沒有藍色就零 它就會是黃色 所以把它輸出類似像這樣子 輸出的時候順便輸出成那個有沒有 像這樣跟剛剛的結果其實 設定格寸法條件是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怎麼做的 基本上我們來看一下 它結構呢跟前面是一樣的 for i 就是我只把那個糾紋法表 把它 那個sup 複製過來 後面加個底線能夠被三整除 然後呢 我只有增加一個這個地方 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是什麼呢 如果 這個地方特別知道 如果呢 i-1 為什麼i-1 因為我這個列 我是從2開始 那可是我實際上 我 這個 我是從2 第2列開始 可是實際上呢 它跟它之間的關係呢 相差1嘛 對不對 所以呢我必須先把它括號 減掉1之後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 mode 在Excel裡面 它是一個函數 可是在VBA裡面 它是一個運算值 就有 類似 加減乘除的 這個 這個 它的功用 所以呢 mode的意思是說 我今天呢 mode3 的餘數啦 其實就是餘數 等於多少 後面呢 如果是等於0的話 表示是整除 mode3 有沒有 等於0 表示說能夠被3整除 所以這個 這一段的敘述是 那個列的列號 如果 除以3之後 是 整除的話 於數等於0嘛 就整除的話 然後 我去做什麼事呢 把這個儲存格 做什麼呢 底色喔 OK底色部分我們前面講過 點intro 有沒有 點color 後面我前面講過 如果你牽涉到顏色的話 那你可以用rgb 所以rgb的話就三原色嘛 紅綠藍 那它的數字一定是0到255 整個256種原色嘛 那 黃色就是255 255 所以基本上呢 什麼時候會跑那個這個 這裡面基本上就是說 當它的列號 是 實際上就是i的部分 i如果能夠 被 減掉1之後 能夠被3整除 那就是把它改成黃色 OK 那反之的話 一樣 會輸出我們那個公司 所以 它一邊檢查 一邊輸出 一邊檢查 當然你這個if 你放上面跟放下面 其實都可以 輸出完之後再檢查 或者是 先檢查再輸出 都可以啦 兩個結果都一樣的 那再來的話 我會需要有一個清除格式 清除格式應該前面講過 就是按下它 它能夠把什麼 intro color 改回來 那改回來有幾種方法 其實我舊的寫法 清除格式 我本來的寫法是 改回來 這個清除格式 我本來intro的color 原來的寫法是用RGB來表示 因為之前的想法是說 我直接把它改成什麼呢 底色是 000是黑的啦 白的是多少 剛好相反 25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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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OK 然後呢 字的顏色是黑色 我原來概念這樣 可是後來把它執行過 這樣看 看起來應該也沒有錯啦 不過你會發現執行過 其實我本來沒有特別注意 我想說也清掉了嘛 對啊 你看本來有嘛 清掉了 它也是清掉 沒錯 但是呢 不仔細看還看不出來啦 可是仔細看好像那個框線去掉 所以 舊同學會說 是框線去掉 好像感覺怪怪 能不能把 框線給叫回來 我先想了一下 應該是沒有問題 後來我就改了一個地方 其實只要改什麼地方 這個底色 如果說你要把這個清除格式的這個程序 裡面的底色 除了可以用白色之外 如果你要把它變成沒有的話 沒有的敘述 你會發現在Excel裡面 VBA裡面都固定前面一定會加一個Excel 沒有 就是什麼 None 所以你在這邊加一個Excel None 意思是說 沒有顏色的意思 OK 跟底色是白色 其實是不一樣的 那哪裡不一樣 這邊 改完之後 我們來試一下Excel None 那 把它清除格式 加上去 清除 你會發現 框線又回來了 所以 感覺上應該Excel比較標準一些些 另外的話再來就是對角線 對角線怎麼寫清楚格式 其實道理也是一樣 反正就是兩個邏輯判斷 一個邏輯判斷就是 如果兩個 相等 那你拿兩個相等 其實就是什麼 I跟J 相等的話 OK 然後呢 因為兩個邏輯 所以不用寫兩字 你乾脆寫在一起 或 所以中間加個偶爾 偶爾 I 減掉 E 加上 J減掉E 如果兩個相加等於10的話 那怎麼樣呢 那也幫我加個底色吧 所以不需要寫兩個 只要寫一個就好了 中間加個偶爾 那程式如何撰寫 一負 這個邏輯 第一個 I等於J 那你不用-1 因為-1 跟沒有-1 結果一樣嘛 幹嘛-1 所以 第二個 I-1 加上J-1 等於10 這兩個邏輯 中間加個偶爾就可以了 那你不用 不能加個and 如果你加個and的話 他就變成 怎麼樣 兩個都要同時成立 兩個相等 而且相加又等於10的時候 那可能只有一個格子 就這樣 5乘5 有沒有 才會 所以變成只有一個格子 其他不是對的 變成中間一個 所以邏輯 要用偶爾 做什麼 就是 換個 底色 黃色 換個字的顏色 紅色 輸出結果 OK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們輸出完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對角線 關鍵就是在這個邏輯判斷而已 其他應該都 跟前面是一樣 清除格式呢 可以跟前面共用 最後的話 我們頂多是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框線 比如清除 如果我今天希望加一個框線 就這樣 有沒有 比如在輸出報表之前 按下去 自動就有個框線 再列印出去就好了 就不用在設定一 大家都有的沒的 那設定框線 好像我們前面也有講過嘛 有沒有 其實這邊只有 兩行城市而已 第一個什麼呢 加框線 哪兩行 第一個 就是 先給它一個 range 前面應該可以找得到 這兩行 這兩行 加實線 跟紅色 所以第一個 加實線是這一行 range B2 到J10 的boulder OK boulder是 它的lifestyle 等於 連續線 另外呢 boulder color 顏色呢 等於紅色 就這兩行而已 所以將來如果說 你要設定那個 框線的話 好像前面有講過啦 你甚至要設定 雙線啊 什麼 其實lifestyle 自己再改一下就可以了 OK 所以清除框線的話 就是把 lifestyle 有沒有 比如說我今天最後會有個 清除框線 那清除框線呢 實際上就是把lifestyle 變成什麼呢 xl num就可以了 所以清除框線的話 其實就一行 按下它 沒有了 加框線 兩行 清除 一行 所以其實加框線還蠻容易的 大概就是這些東西變化 OK 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